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庚武极丑庚成怡勇 这个提问者说这个为什么是过亿的身价 一看到就很好笑 为什么 他去找人家算命 人家跟他讲说 他的一个50几岁以后身价会过亿 就拿来网路上在那边问 结果事实上就会一个普通人而已 一个普通人而已 很多人总是会面临 总是就这样子给算命理师算一下 哇身价多高又多高 可是事实上有几个人是这样 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到八字的一个基本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一个状况 像他这种八字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本命 天干就是庚金 克以墓 地支乘有一盒 火生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本命他就是一个破财项 他本命破财项来讲的话 如何呢 让他的财运变好 那就是庚金跟乙墓这之间的一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现在是进入 任成大运 任成大运 金生水来生木 所以其实他在现在的时候 他就开始他的财运会起来 可是各位你要了解 你要看人家行不行的时候 不是只看他一处大运 他这时候他的财运是好的 我当然是他要做生意是ok的 但是你看他后面 回事 其实不行 那这一处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那这一处也是一样 到这一处的时候 是甲己一合 乙更义合 所以 他的财薪原本都是负的 这一边是正的 这一边是负的 这边都是零 所以 他说他真正要经商的话 各位 他会面临到这一处 又回到受克的一种情况 他又回到受克的一种情况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不太建议 这时候 在这时候经商我还勉强可以 因为他财 刚进来没多久 但是到这一处的时候 他就要特别注意 就说假如 真的都在赔钱的时候 就赶快收一收了 真的 在从这一处 虽然这后面两处的财运 比不上前面这一处 但是他最起码还是比本命负财的 还是要好 所以 各位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财运上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就要去了解说 不要被批命的时候给人家画大铃 说他身价上亿上亿上亿的 很多人都这样子在这边算 可是实际上有几个上亿的 有几个上亿 绝大多数都普通人而已 那会不会上亿 其实不是在八字上 而是他能不能根据他的一个运势去走 然后掌握对的运势 不然在这边上亿的在这边就赔回去 很有可能就变成这样 这样子 人生不是在比说谁曾经拥有 是在比说谁能走到最后 对不对 盖棺定论的时候 哇 卡妈 你是穷死的 虽然你曾经身价上亿过 那有屁用吗 到最后是死的很惨 所以各位 我们要根据运程去做一个判断规划 然后 会知道说这边是我财运的一个低潮 这边虽然已经这两柱大运 没有前面这一柱大运那么好 但是他最起码还是比我本命强 所以在比我本命强的一个情况下 我做个生意不求大赚 但是求生活过得去 这时候他的心态就要改变 这时候是更金生润水生怡木 他财星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他就可以努力的去拼 但是在努力的拼的这一个情况下 他还是要去注意 流年里面会增 会拉罢不航 的时间 并不是说什么都是很好的 不要以为一个大运进来 就是全部都很好 没有 还是会有危机点 他还是会有危机点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 要去了解 他现在为1 他的危机点 他的危机点 会是在什么时间点 各位 就是透过各位自己去练习 十天干 因为他天干就只有在 在 那个 他的财就只有在天干 地支我们可以知道 银 锚 这些都可以加分 这个是他 在这一个运程里面 他碰到银锚 其实都不错的一个情况 他碰到银锚年 其实财星都会不错 天干 你就看 韧成十天干 他有哪几个天干 他是要特别注意的 这一边就交给各位 自己去练习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